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毛线可以把它继续的进行勾织 然后它这里面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 然后颜色混合起来也是特别的好看 我们可以把它从里面呢把它的围巾或者它的毛线给它拿出来 我们现在这里是要开始织它的一个平针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是比较的近的 我们是先从这边开始 这边是拉线 然后是再把它穿过来 我们现在是两边都已经给它拿过来了一些 我们现在呢是可以把这一圈去给它合起来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把它两边都放好来 这边的两个小的V型是要把它放在一起 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两边的最末尾的位置把它先合上 现在我们是把它这个圆圈是合起来了 然后把它三个全都可以把它放过来 我们这里是织一个半圈 然后再把三个全都给它拿过来 然后要把所有的都是要给它穿过去 然后这个上下的话呢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的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是这一圈都已经是做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 我们现在再跟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线就是慢慢的像这样给它拉过来 整个都是要给它这样拿过来 它这样这样勾置好的话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看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要把它往这里给它做 我们是要从这里是去给它拉过来 我们是要从这里是去给它拉过来 这就是它整个的 这就是它整个的 我们这里呢它的高度就已经是达到了我想要的一个高度了 整个的话呢也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可以再来测量一下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好看 所以呢我们这里是先用一个半针 接下来我们是要再做的更小一点 在这里呢是有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过渡 那我们的围巾基本上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已经是做好了 整个看起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颜色 那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电线吹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再见拜拜